超商店員使命拉著情緒失控的 華盛山男子想要將他制服 不過男子卻不斷反抗 甚至隨手拿起店內的椅子 就朝店員砸下去 一旁的黑衣男子健壯急忙出手拿走椅子 沒想到下一秒 華盛山男子又抓起酒精消毒器 朝地板猛烈一摔 人情貨爆立刻趕到現場 不過男子氣焰還是很囂張 一腳踹飛超商店門口的香爐 幹什麼東西啊 正面二十九歲的曾姓男子 十八號中午十二點多 走進華蓮市國連五路的一間超商 拿起架上的餅乾就往地上丟 店員見狀上前制止和男子起衝突 店員說之前就見過男子 是因為不讓他微波 他才會來鬧事 超商被男子砸毀超過三千人 的物品警方依毀損罪 將男子帶回警局偵辦 記者留幾家呂捷花蓮報導 XO醬不簡單 他必須要入住澎湖喜來登總統套房 你才可以吃到 嘗上這麼一口的頂級XO醬 好 掃描這個QR扣 或者要上快點購 你就可以享有折扣 把頂級的XO醬給帶回家